龙井虾仁 据说这道菜与清朝秦龙皇帝下江南 四访杭州龙井茶区有关 一天秦龙身穿便服 由西湖龙井茶区时 天光不作美 还便到一位老太太家里避雨 老太太给秦龙泡了一壶龙井 他第一次喝了这一款 相互未尘的龙井茶之后 容姓大悦 很想带一点回宫安曼品尝 但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于是就趁老太太不注意时 抓上一把头藏在龙袍里 几天后秦龙觉得口渴 并在西湖边的小店给了几道小菜 这时秦龙突然想起 找现顺来的龙井茶 想泡来解渴 就在殿小二接茶时 不小心看见秦龙的龙袍 赶紧跑回厨房 告诉正在找下人的店主 店主一听狂上驾到 紧急之下 竟把殿小二拿进来的龙井茶 当作冲断 撒在刚炒好的下人之中 下人上桌之后 秦龙尝了一口 见龙井翠绿欲滴 下人白嫩晶莹 不禁连声赞叹 好菜好菜 自此之后 这道惊欢之中做出来的菜肴 正式定名为龙井瞎人 成为这件人 宴请宾客时 必点的一道美味佳肴